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啥是打春 为啥打春 老汉是一点都说不上来 更不用说几时打春 一年之际在于春作为24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 立春的地位相当高 老汉特意查了一下 今年打春的时辰是2019年2月4日11点14分14秒 也就是从这个时辰开始 直到2月初二能开头的日子 按照老规矩 我们就不能剃头了 在老汉这里 张悦剃头对舅舅不好 老话叫方舅舅 可是这种习俗 在老汉上初中的时候就被打破了 那时候学校抢着我们剃头 是注重了一容一表 可是慢慢的 老习俗连记忆都快没有了 春打六九头 你知道是什么个说法吗 老汉都忘了是唱戏听来的 还是乡声小品听来的 表面的意思应该就是 打春一般会在六九的第一天 问题来了 这个五九六九到底又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是从冬至算起 以九天为单位接日子 惭愧了 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网名过来搞懂话 也不过就是听长辈念头 极有极有了 至于为什么这么算 老汉仍是一头五水 我们女人一直都特别想对男人的说一句话就是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都搞不懂 除了打春以后不剃头 历春还是有很多说法的 咬春 巨芒神 编春牛等等 地域不同 形势也不尽相同 春天来了 今天又出席 全家团圆的日子 在这里 老汉祝大家万事横通 何家欢乐 万事大吉 英文怎么说 Happy Spring Festival 生活趣事多 老汉来诗说 我们下期再见